据新华社9月4日报道,4日当天,今年第21号台风飞燕正式登陆日本四国和纪一半岛,随后横扫本州岛大阪和关西地区,预计明日21号台风将北上继续席卷本州岛北部和北海道地区。 据悉,21号台风是25年来日本遭受的最大强度台风,在登陆日本沿海时最强风力达到了54米每秒,并伴随强暴雨天气,从照片上来看,台风飞燕的路线正好覆盖了日本重要的横须赫军港。 面对25年以来最强的台风,驻日美军第七舰队,那个大批军舰,已经迅速出港避险,丢下了海上自卫队独自应对险情,而军港则在台风来袭时一片狼藉。 据报道,此前在横须赫军港内停泊了大批美军舰艇,包括黄峰号两栖攻击舰湖多搜周斯顿驱逐舰,此外还有大量辅助舰艇, 除了正在接受维修的蓝领号指挥舰之外,其余所有军舰都已经迅速转移到了安全的西太平洋海域,据悉多艘军舰还顺势南下进入到了琉球附近的东海海域。 据报道,台风首先席卷的大板湾,已经是一片混乱,多艘没有出港的船只在台风面前失去控制,发生了剧烈碰撞,其中一艘100米长的游轮甚至还撞上了 附近的关系机场大桥,造成了大桥核船只都受到了严重损坏,日本海上自卫队,出动了大批队员进行抢险救灾,营救出了多名日蟹船员。 据报道,駐日美军虽然在日本部署了大批兵力,但是对于这种天灾一向是近而远之,多次在台风或地震来西之士卖队友。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2011年的福岛和泄露事件,当时駐日美军在险情发生之后迅速将所有军舰和大批部队撤离,远离核污染区域,拒绝提供任何支援,这让日本方面非常不满。 但是又毫无办法,而此次面对几十年一月的超强台风来袭,美军再次抢载台风来袭之前撤离,可谓是驾轻就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